吉祥瑞 吉祥瑞 大家好 吉祥瑞 欢迎看直播 欢迎看重播 我是梁振爵 今天跟大家说一些气顺的方法 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怎么样用这个玄武来摆正法 在过去 在过去 玄武的这个 这个作用是很大的 因为在过去几千年 几百年几千年都是这样 屋子的前方一定要是南方 后方一定要是北方 这个是永远不变的道理 这是永远不变的道理 为什么 在古代 为什么要这样 皇帝坐北向南 那么左青龙右白虎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 因为北方本身自己 这个位置 是玄武的位置 是玄武的位置 所以啊 北方与玄武啊 连接 那么现在的屋子 屋形已经不再是 就是一层楼的 现在呢 有七十楼 有六十楼 有五十楼 有十多楼 对不对 现在 当然私人屋大致上呢 跟古代的风水 还是有密切关系的 好像马来西亚的屋子啊 排屋很多 对不对 地大嘛 地大 那么现在呢 慢慢的 不管是什么国家 他们慢慢慢慢的啊 就高楼大厦 就已经开始了 古代哪里会有想过 哪里会想过 你的店面是在三楼 二楼 不可能 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啊 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在这里呢 建议 建议大家 一定要 风水要现代化 这就是为什么 我跟人家看风水 三十多年 从如果说 从小时候开始的话 就是从九岁开始 那就不止三十多年了 到现在 我理念了一个方法 我理清了一个位置 理清了一个正法 每一个风水 现在都要有一个正法 所以呢 正法都特别的多 那么我的 这些比较要好的朋友 当然我也有朋友 有些时候呢 我会告诉他们 运气不调 运气不顺 运气不顺啊 十之八九啊 就是我们的北方出了问题 不管你的命格 是东命还是西命 没有关系 但是运气不顺啊 那肯定是北方出了问题 你的客厅 你一定要记住 你的客厅 你们的客厅 北方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你们的客厅的北方 也就是说 你在你的客厅 你必须要懂得客厅 客厅不包括厨房 只是客厅 那么房间的话呢 就单单是房间 主人房的话 就单单是主人房 它不是整个家 它不是整个家 它是一个地方 一个房间 一个客厅 一个厨房 这样子 它不是整个家 你一定要落定 你的北方是在哪里 一定要落定 你的北方在哪里 因为北方啊 是玄武到达的位置 现在呢 现在的风水啊 就是高楼大厦 不太一样 现在不太一样 现在的是怎么样 现在的是 你的靠山 就代表着玄武 你的靠山 就代表玄武 当你找到你的坐山的时候 当你找到你的坐山的时候 就是玄武 当你找到你的坐山的时候呢 就是玄武 就是玄武 所以我很建议大家 一定要懂玄武 因为玄武跟我们的运势啊 是息息相关的 嗯 我们有句话说 若想发 豆三萨 若求贵 化太岁 如果你要除贵 富贵的贵 贵人的贵 你要化太岁 如果你有太岁干扰到你 你没有进行供养 那么会对你的贵人 和对你的富贵 会有影响 会有影响 那么如果你想要更顺 赚钱更顺利 那你就一定要 豆三萨 若想发 豆三萨 这是真话 这不是假的 那当然没本事的 没有本事豆的 那当然就说这是假的 那玄武呢 若要富 求玄武 如果要富 你就要求玄武 这个就是要顺的意思 要顺的意思 我们说发福了 发福了 就是要顺利 那么运势有不顺的吗 有 有些人他们有店面 他们有摊位 他们有店面 有办公室 有办公座 有这些 种种的这些 你可以做两件事 第一个呢 就是三件事 对不起 三件事 第一个 你可以摆龙 第二个 你可以摆皮修 第三个比较难的 那就是玄武 玄武也可以 但是玄武比较难 比较难 什么叫难呢 要找到玄武不容易 要找到玄武 说实话 还真不容易 不容易找到玄武 不容易找到玄武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那么有一些人 他们有店面 有一些人 他有办公桌 有一些呢 他有那个 小摊位 炒菜的 小摊位 那么 办公楼 办公室 或者你的柜台 收钱的柜台 只要 你找到你的 那个北方 就是 那个 Norva 朝着什么位置 你就 放那个 玄武 那个阵法 在那边 不是单单 只放一支 玄武 要放那个 阵法在那边 就会特别的好 特别的好用 特别特别的好用 那当然 很多人 他们在这方面呢 都懂 以前啊 我有教过 所以很多人 对于玄武啊 他们也 也 也清楚 也了解 也明白 不用太大 玄武不用太大 当然也有大支的 也有大支的 那个是大玄武 那么 大家要记住 玄武啊 要怎么样去 把他给做好他 玄武要怎么样 把他给 给弄得 就是 让他听话 让他顺 因为玄武本身啊 他是两个 两个合为一体 他是两个合为一体 他是龙龟 还有这个蛇 龙龟还有蛇 所以呢 但是只有在 只有在这个 北方啊 我们如果想要让我们的运势 比较顺 让我们的运势比较顺 那你只有 启动这个玄武 又或者启动这个小龙龟 又或者启动比修 这几个方位 非常的好 这几个方位 真的是非常的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教大家 教大家 所以首先第一步 你要记住 你的客厅的北方 在哪里 那客厅的北方 专给谁的呢 专门给我们的先生的 那么房间 房间是哥哥还是姐姐 弟弟还是妹妹睡的 没有人睡 那就不用紧 如果有人睡的话 你想让他的运势 顺 让他运势顺的话 那你就 要把这个北方 启动起来 我们叫启动 启动这个玄武位 北方 但是啊 这个北方啊 一定要有靠山 一定要有墙壁 如果你摆的 没有靠山 没有墙壁 那不是很好 一定要有靠山 一定要有墙壁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千万千万不要就 哦 就忘记咯 或者是怎么 要把它写下来 把它写下来 我们再重说一遍 你想要先生顺顺利利的是客厅 你想要老婆顺顺利利的是厨房 你想要你的儿子 那儿子睡哪个房间 如果两个孩子 睡在一个房间呢 那一个北方就行了 夫妻睡在一个房间 主人房对不对 那一个北就行了 一个北就行了 这个要懂啊 如果这个不懂的话 那就很麻烦了 这个不懂的话 那就做不了了 也根本就做不了事了 做不了事了 一定 它的背 一定要有 这个墙壁 你看北在哪里 你拿着那个手机 北在哪里 这个很简单 拿着手机 北在什么地方 好 来 我教大家 也让大家呢 能够学会 好 来 我教大家 让大家 对这方面呢 也比较懂 也比较能够学会 好 首先 我们说客厅 客厅 客厅 在风水上说 在风水上来说 如果说你是 要以风水 风水的正确的学法 我们说客厅呢 一定有一个短墙 和一个长墙 长墙通常 我们都会建议 放沙发 放沙发 那么短墙呢 一定要用来放电视 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 他看到呢 这个地方 是急 这个地方是凶 他就把沙发 坐在这里 叫做坐凶向急 有没有错 没有错 但是他急 他这边呢 是坐凶嘛 坐凶嘛 朝急 坐凶 朝急 那么但是 这个啊 是短的 这个地方是短的 他们就是这样子放 比如说这样子 坐急向凶 但是你的急是长的 啊 那么不管怎么样 我们的沙发 永远在最长的墙壁 这是长山有靠 短墙 遭敌 长山有靠 短墙遭敌 什么叫长山 就是这个山强 比较长 它比较强 啊 它能够帮我们招富贵啊 啊 帮我们招财富啊 哪怕 啊 哪怕 啊 它是 它是 一个凶山 也是没有关系的 急凶都已经没有关系了 好 我们一定要靠长 不要靠短 啊 一定要记住 那么 我们先说客厅 啊 我们先说客厅 好 这个是我们的 客厅 哎 这是我们的客厅 啊 那么 这是我们的 大门 这是我们的大门 OK 客厅 大门 窗口在哪里 无所谓 啊 窗口在哪里 没有关系 就算这个是房间 也可以 啊 这个是房间 也可以 要这样子 你要把它的脚头 全部啊 这个脚头 那么站在这个地方 北在哪里 啊 我们叫 北 在 哪里 打个比方 你的 这个电话显示啊 你的手机显示 你的 北啊 在这个地方 那就是这里 它指北在哪里 就是在哪里 啊 它指北在哪里 就是在哪里 啊 那么 你就 在这个位置 放你的正法 我们叫玄武 啊 放你的 玄武的正法 是让 老公的运势顺 因为这是客厅 如果这是厨房的话 老婆的运势顺 如果 这个是房间的话 孩子 啊 看是谁睡的 啊 如果是 两个儿子都睡在一个房间 那两个儿子顺 他虽然不是 让你啊 很顺啊 但是 他会慢慢慢慢呢 把你那些 蛀虫啊 给咬死 这是 相当 好的 一个正法 这个呢 我们通常 我通常都是 交给我们的朋友啊 比较 比较认识的朋友啊 为什么 他没有怀疑啊 他说OK啊 啊 这样子的 会比较好一点 啊 会比较好一点 那么 如果是我们的 啊 我们的 那个 office啊 你有一个table 对不对 你有一个桌子 嗯 你有一个桌子啊 不管是cubicle 或者是什么了 啊 没有关系的 这样子 OK 那么 北在哪里 你要用你的手机 看一下 测一下 比如说 北如果是在这里呢 啊 这里是北 那你也可以放这里 啊 北在这边 你就放这边 北在这里 你就放这里 就对了 counter也是一样 收钱的地方也是一样 那么有一些是卖吃的 卖吃的 卖吃的 有时候啊 嗯 嗯 有些时候啊 这个运势啊 真的很希望能够啊 好好的这样定了下来 有特别是现在的行情 我们都会建立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好不好呢 非常的好 啊 这个方法好不好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用这个方法非常的好 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教大家 今天呢 我们就 教大家 怎么样 把这个 玄武啊 怎么样 把这个 大靠山 怎么样 把这个 财富 把这个运势 把它给弄得 顺顺利利的 啊 教大家一个方法 啊 记住 一定要放北方 一定要放北方 啊 千万不要到处乱放 啊 泥桶 我们已经教过了 啊 今天我们教的是 这个 让你们的运势啊 顺顺利利的 啊 让你的运势顺顺利利的 OK 好 比较简单 啊 比较简单的 让运势顺利 来 我们今天啊 就开始啊 开始教大家这个方法 啊 教大家这个方法 啊 当然 这个方法很简单 很简单 我们就 拿一个碗 你的碗 漂亮的碗也行 你要什么 琉璃碗 什么碗都可以随你 啊 一个碗 很简单 外面买 买一个碗 啊 买一个碗 好 看到吗 看到啊 这个 我相信 外面很容易找 很容易 很容易找 很容易找 啊 这个 然后呢 我们建议你们呢 放这个 币玺 黑币玺的链子 啊 这种 黑币玺的链子 全新的是比较好 没有 没有用过的比较好 啊 全新的链子 这就是币玺 啊 币玺 这种叫币玺 这种叫币玺 啊 这是币玺的链子 啊 为什么呢 币玺 币玺 啊 币玺 能币玺 能除小人 能除是非 啊 币玺 把币玺呢 你看 这是一个圆圈的 啊 把这个币玺呢 放在这个地方 就这样子放 这等于是什么呢 等同于买宝 当然 啊 等同于买宝 啊 等同于买宝 啊 这个呢 等同于买宝 明白了吗 啊 等同于买宝 然后 你们一定要记住 要加上一些 银角 啊 要加上一些银角 懂了吗 要加上一些银角 啊 要加上一些银角 啊 银角 通常我们用八个银角 啊 通常啊 我们都用八个银角 五毛一块随便你 一定要加 啊 我这里是没有银角 啊 如果你们不想加银角的话 你就加地和钱 但是加银角比较好 当然 啊 来 我教大家 这个银角 算银角是很简单的 啊 来 这里啊 有没有 请问找到了北的位置 要放什么 啊 OK 已经在讲了 我们的 LOL贵人 我们已经在讲了 来 呃 给我 提供我 啊 提供我 提供我 你的年 英文的 年 月 日 来 提供我你的 英文的 年月 日 提供我一个 英文的 年月 日 然后 我教你们怎么找银角 那是属于你的银角 听清楚啊 那是属于你的银角啊 听清楚了 属于你的银角啊 年月 日 属于是你的啊 这个银角是属于是你的 属于是你的 哎对不起 还有年月 日 时 哎 忘记了 啊 重新打过啊 年月 日 时啊 啊 八个啊 要八个 八个银角啊 要八个银角 你摆这个法 你要八个银角 啊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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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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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是我忘记了 是我忘记了啊 是我忘记了 好 这个呢 是让我们的运势啊 顺利 放在北方 很简单 啊 放在北方 很简单 很简单的 真的这个是 这是放在北方 是简单到 不得了 啊 这个是很简单的 来 大家看哦 大家看 我做一次给你们看哦 我做一次给你们看 好 看清楚哦 我做给你们看哦 你们看清楚 我做一次给你们看哦 你们就得要看清楚了 好 看了你们就要学 好 好 好 我们拿LHC来说 LHC 这样子啊 一 九 七 三 好 二 这个是 这是日啊 这是日 这样子 这是月 好 我先教这个 大家自己学 自己学 OK 好了 自己学啊 来 先 越日 日月都一样 把它分开 分开了之后呢 加在一起 把它加在一起 这是教你们怎么找 怎么找你们的 自己的钱 属于自己的钱 好 十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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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我们就加给大家看 就是这样子 很简单 就这样加 不要GSD啊 你加了不要GSD啊 7 4 3 2 4 好 然后加0 加1 好 27 我们再 肯定一下 1加9 加7 加3 加2 加4 加0 加1 27 OK 这个数字呢 就代表27 这个数字 代表27 27 你要写 你要记住 你要记住 这个数字代表27 来 这边我就写一个 让你们大家都懂的 值 丑 好 银 锚 乘 事 看到吗 这个字你们自己看 乘 事 五 五 我写 等一下 我写下一点 五 为 深 有 虚 害 OK OK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好 嗯 从这里啊 就可以看到了 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了 有没有看到了吗 好 看到了啊 好 你们就这样写哦 这个是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看到了吗 这样子看到了吗 然后这里呢是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这样 明白了吗 好 这个你们的那个时间 你们要自己写清楚哦 时间 来 我 我先给你们这样看 这样你们会看得比较仔细 等一下啊 OK 然后这个放在这里 哎 这样不行啊 等一下啊 我想办法啊 给你们二合一啊 那十成我写给你吧 嘿嘿嘿 十成我都写给你吧啊 十成 这个 这个明白了吗 OK我先讲完这个 先讲完这个 因为他说他是生死出生的 生死 懂了吗 二十七 二十七加十 二十七加十 那三十七 我把这个写完先 我把这个写完先哦 生死嘛 是十 这是三十七 然后把三加七 等于十 看到吗 十一加零等于一 所以他的号码一定是要 他的号码哦 记住是 一 到 九 号码一定是要 一到九就对了 明白了吗 所以呢 你的号码要找一 你的那个 money money啊 你的那个coin啊 你的那个 那个 银角呢 都要 都要用啊 都要用这个 全部都要用一的 OK 来 看到了 我写那个时辰 你们自己记 好不好 你们自己记 来 这个是 纸 纸不分 不分 找纸玩纸 不分 纸 等一下 我这里写 纸 纸和 OK了 我们好好的写 好好的写 好好的写 嗯 好纸 丑 好给你们那个时辰 因为有些人不太懂哦 他不太懂那个时辰 卯 沉 四 看得到哦 四 好 这边 五 为 生 有 虚 虚 嗨 这个呢 好 时间啊 时间 11点 P 到 这个 1点 A 1点 A 到 3点 A 3点 A 到 5点 A 5点 A 到 7点 A 7点 A 到 9点 A 9点 A 到 11点 A 好 这样 可以啊 可以啊 这样看啊 这样看没问题啊 OK 然后这里呢 就 11点 11点A 到 1点 P 1 P 到 3P PM 啦 3P 3P 到 5P 5P 到 7P 7P 到 9P 11P 到 哎 不是 这9P 嗯 这边 写多了啊 OK 9P 到 11P M 就这样 好 明白了吗 这个是 时间 时程啊 时程啊 这就是你们 出事的那个 时程 出事那个 时程 好 看到了吗 这就是你们出事的时间 出事的时间 首先啊 首先呢 你一定要知道你出事的时间 首先啊 第一步啊 你一定要知道你出事的时间 是哪一个 好 你要知道你出事的时间 是哪一个 OK 来我拿这样给大家拍 来我拿这样子哈 你们就可以拍 好不好 把它拍下来 来 拍下来先 你们先拍吧 拍了之后哈 你们才会懂 先拍下来先 话不要多说 先拍 好快点哦 快点拍 好 所以呢 英文 你的英文出生日期啊 英文的出生日期 英文的出生日期 上面6 5-1是什么 什么叫6-1是什么 这个哈 1-9 1-9 1-9 这是1-9 那我就不要了 好 好 来 来我重新说一遍 重新说一遍 好 那么我先重新说一遍 好不好 谢谢啊 来我重新说一遍 今天我是要教大家 我要教大家的是 在北方 我们可以放旋武 在北方放旋武 是一个小阵法 那么对我们的运势是很有帮助的 大家要把它记下来 今天 在北方呢 旋武这个位置 放一些 放那个 那个 那个吉祥物 在旋武嘛 放在北方 旋武放在北方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非常好的事 对我们的运势啊 绝对有帮助 特别是运势好的人呢 他不轻动你的运势 运势不好的人 他提升你的运势 这是一 我再说一次 摆在客厅 摆在客厅 那么你摆在客厅的话呢 你摆在客厅 摆在听清楚 你摆在客厅的话 是帮助先生 你摆在厨房 是帮助太太 你摆在孩子的房间 就帮忙那个孩子 就是这样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孩子的房间两个人 你摆一个也可以 你摆两个也可以 但是一定要在北方 那么 很容易找 很容易找 你在你的客厅的北方 你用你的手机嘛 对不对 用你的手机 就可以知道 客厅的北方在哪里嘛 就是这样简单 旋武是旋武 然后我们继续说我们的话 我们继续把话说完 所以啊 你们问问题 我就不回答了 要不然话就说不完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 很重要 要把自己的运势搞好 是你的运势 不是我的运势 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听 是为了你自己听 所以要记住 旋武是什么 等一下我们慢慢再谈 那么客厅 客厅就是男人 如果说你没有结婚 你有一间房子 你有一间屋子 你没有结婚的话 那客厅就是 那个主人的 不管男的女的 就是那个主人的 那如果你已经结婚了 那就是客厅是老公 厨房是老婆 如果你是单身的话 客厅厨房都是你的 不管你是男女 客厅厨房都是你的 整间家都是你的 房间都是你的 所以你的房间 可以放北方 房间可以放北方 客厅可以放北方 厨房可以放北方 总而言之一句话 北方你在客厅放北方 厨房放北方 房间放北方 都是帮助 都是帮助家人的 我就这么简单讲 就是这么简单讲 今天我们的主要呢 就是让那些运势不好的人呢 花一点钱 你肯定要花钱 你不花钱那不可能 是不是 你一定要花一点钱买玄武 放在哪里 放在我们的北方 放在我们的北方 那么北方用手机去找北方 很简单 是客厅的北方 是房间的北方 是主人房的北方 是厨房的北方 都行 都可以 都可以 如果你是一个人 如果你是一个人住 不管男女 一个人住 整间家的北方 就是代表说 你的客厅的北方 你也要放 房间的北方 你也要放 主人房的北方 你也要放 厨房的北方 你也要放 就是这样 放北方 没有坏处 只有好处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那么再来 北方放什么呢 放选拂 放选拂 这个是我交给我朋友 好像reservice的朋友 我的同学 这些呢 我就特别的教这些 因为 也不是很难的问题 这个一下子 他就会看到 就知道我厉害了 哇 你那么厉害啊 你叫我放的 真的很夹爛耶 他就能知道了 所以呢 这些我们以前也有教 以前也有教 今天再仔细的教导大家 一定要记住 再来 我们就说 这个北方 找到了是吗 后面有没有墙壁 没有墙壁 那就不可以用了 就是很简单 如果后面是厨 也可以 后面有一个东西 就可以了 后面什么都没有 空空的 空空的 那就不可以了 那不用说了 后面是窗口呢 也不行 它要有一个东西挡住的 要有一个东西挡住的 哪怕一块板也可以 一个厨 一个板 一个墙壁都可以 好 就放在北方 好 听懂了 好 北方放什么呢 北方要放玄武 能够添加增加我们的运势 而且灵验 而且灵验 想要一毛钱都不花 就 让我们的运势好 也不是不行 你把你的家弄干净 弄整齐 你这个直播就不用听了 你就把它弄干净 整齐 卫生 干净 整齐 卫生 你整间家能做到这样 好运自然来 这个直播就不用听了 因为一毛钱都不想花 那我就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我是要告诉大家 你必须要买玄武 你不用跟我买 你去其他地方买也行 要买一个玄武 玄武呢 我们卖的是水晶的玄武 好了 我继续再说 那么 开始呢 要拿一个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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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我也准备了这些钱 我就随便的 随便拿八个 拿八个 拿八个钱 放在里面 拿八个钱 你要什么钱都可以 只要八个就可以了 四个 这是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OK 八个 八个钱 这个碗 不要问我哪里买 我不知道 你去找 八个钱 你的国家的钱 你的国家的 但是 这个钱 有分几年的 有分几年的 如果你的国家的钱 没有写几年 那就 那就没关系啦 那就没关系了 那就没关系 那你就可放八个 八个 什么钱都可以 放八个 那么这个呢 有写几年的 那你就要注意它的尾数 它的尾数 看清楚 尾数 尾数就是199 什么 二零零什么 它的个数 我们叫个十百千 二零零 二是千数 二是千数 我们说个数 个数就是第一个字 二零零 最后一个字 二零零八 那就是八 二零零三 那就是三 那叫做个十百千万 个数 注意个数 注意个数 个数要什么号码呢 现在就教你们 好 现在就教你们 我们不再教了 我们就说一次了 就不再教了 来 嗯 好 那么 这里啊 我们要解释一下这里 我们要解释一下这边 大家看一下这里 看一下这里 这个呢 就是你几点出身 你首先你一定要知道 你自己是几点出身的 几点出身的 记住 如果你是 这个啊 在这个 你看 这边是一点am 这个也是一点am 这个时候呢 你这边就变成59 好 这边三点am 三点am 因为有些人是三点准准出身的嘛 你这边就要 放一个59 就是两点59 好 两点59 好 这边呢 好 这边就是 就是59 总而言之大家要了解一下这样子 我相信应该能够了解 不了解也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教你 好 就是 这样子 59 好 因为有些人他说 我是1pm 是算这个还是算这个 那么这个就是59 好 就是12点59就对了 好 所以这边叫59 59 好 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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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简单了 好 10点59 好 来 我们跟大家稍稍的说一下 让大家都明白 看一下啊 嗯 专心的看这个 不要管龙不龙龟的事情 不要管这些 我们专心 因为这个才重要 好 这个才重要 玄武 我们在百度打一个玄武 蹦就出来了 好 就出来了 这个不是重要题 重要的是这个 好 重要是这个 大家听话照做 当然这是你的运势 这是你的运势 我以我40年多的经验来教你们 这是你的运势 我非常有把握教这个 但是呢 你们要专心的学 心不要分 专心的学 好 那么你知道了 玄武是什么之后呢 又怎么样 好 那玄武就是这个 好 上面是蛇 下面是龙龟 又怎么样 没有 没有办法 你知道 没有用 你不懂这个system 是怎样走的 那就没有用了 放错了更惨 好 所以大家知道了 好 你是年月日时 英文的 年月日时 几点 年月日时几点 我告诉你 你的coin 要找什么样的c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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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现在教课 教你们怎么样做 看底下 来 你看底下 看我这个 这个屏幕 屏幕底下 看屏幕底下 人家是怎么写的 好 我不会帮全部 没有办法帮全部 我没有办法帮全部 你们大概就这样看 他写的是1977 我就这样写 好 我就这样写 1977 看到了吗 然后他写 英文的 6月 2 24 大家看底下 看底下 然后6点54 6点54 6点就是5点到7点之间 6点54 就是这个 AM 就是这个 卯石 看到吗 卯石 那么卯石排第三 看到吗 这是三号 卯石 以计算钱财的话 卯石是三 所以我们这里要加一个三 我把它画一个圈 卯石就是这个 5点到7点早上 叫卯石 卯石 在上面这个 是叫三 好 来大家学 你们学 懒惰的就没办法 懒惰没办法 这个一步一步的慢慢学 来 好 看一下 我们这样就这样加 1加9 加7 加7 这样子加 下鱼 这样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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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 OK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就这样加 很简单 1加9 加7 加7 加6 加2 加4 加3 好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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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加 好 来 我们3加9 等于12 两个号码不可以 两个号码不可以 好 就再加 加到变一个号码 3 好 加到变一个号码3 那么我们的SL贵人 SL贵人 你该找的钱就是3号 这个是1977 6月2日 6月2日 OK 6月2日 OK 我们重来 好 来 我们重来 重来 6月2日 好 来 我们重来 就这样 好 重来 1 加9 加7 加7 加6 加2 加3 等于35 好 35 那么 35要分开 等于8 所以你的是8 好 你的是8 好 你的是8 所以你要找的就是8号 比如这样子 好 好 这个7就不适合你了 看到吗 2007就不适合你了 好 这是2019 后面有个9 后面有9就不适合你了 我怎么都没有 我要找一个8都不容易 找8个 这是6 差一点点 1986 这6 差一点点 哎呀 这个4 还真不好找 你要自己去搞点吗 我还真不好找 我还真不好找 OK 所以这个 这个是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一个方式 很简单的一个方式 那么记住 后码 只能是1 2 3 4 5 6 7 8 9 OK 后码就只能这样 后码就只能这样 0是不可以的 0是不可以的 如果遇到10怎么办呢 遇到10 中间放一个加 等于1就对了 那就是1了 你要找的 找8个 5分一毛都行 这个是8 就是这样 终于有个8了 看到吗 终于有个8 后面 后面 这个叫个10 百千 OK 80个 80个 看到了 8个 要放8个 这个才是重要 这个才是重要 因为很多很多人 他们都不懂 他不会这个 我找了三个月 就是这样 好 所以呢 你们一定要记住 我再重说一遍 这个是 因为1点早上 有两个 1点早上 当你是1点的时候 当你是1点的时候 你就用丑 就对了 你就用丑 3点3点 你就用 赢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OK 看到了 所以这个是 找你们的钱 找你们的钱 那么找什么 8个就对了 找8个 大家比较混乱的是 这个地方 因为你的时辰 你找到了 第一 你找到了这个时辰 对不对 你找到了这个时辰 你找到了这个时辰 但是你却不知道号码 所以你要找这个号码 不懂的人没有关系 反正我们是做这一行的 我会教你们 反正我是做这一行的 它是 银 银是什么 来看一下 银是4号 银是4号 4号 银是4号 所以这边 我直接写这样吧 6号 6号 5号 银嘛 对不对 银是4号 3号 2号 1号 然后呢 这边是 7号 8号 9号 10号 11号 12号 看到吗 这样就容易 容易算哦 好 1 1974 4月14号 1974 4月14 银是4号 那就是34 34 3加4等于7 所以AY贵人 小字顶 你的是7 那么我们的DK 有没有看到 DK DK 你的是这样 你的看清楚 DK 1 加9 加5 加4 然后加 加11 加11 加4 加11点PM 11点PM 11点PM 就是指时 你写11点PM 就是指时 就是指时 指时要加6 就是40 所以DK 你的是4 DK 你的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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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en 来我们帮Helen 好 Helen 你看一下 Helen 懂的人就不用了 来 我们帮一下Helen 你们也看算一算 看懂不懂 1加5 1加5 加6 加4 3月14 3 加1 加4 8点40 8点40 就是7点到9点 7点到9点PM 那是8号 加8 36 Helen 你的是9 你的是9 我相信这样子 大家能明白 都能明白 好 我们现在开始 好 首先 你们要准备 你们要准备 那个号码 你们要去找 那个年数的号码 年数的号码 那个叫发财钱 那叫发财钱 发财钱 所以啊 什么叫发财钱 发财钱是什么 就是那个号码 那个号码 比如说你是8 你就要找1998 2008 那发财钱 好 这个找8个 2468 就是这样 2468 2468 8个 8个 OK 好 8个 8个 看到了吗 8个 8个了之后呢 来 你找一个碗 好 找一个碗 把你的幸运的 8个钱 都放在里面 都放在里面 朝上朝下 没有关系啊 主要就是要8个钱 这个8个钱是可以花的 好 两个 看到吗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八个钱 好 八个钱 然后呢 你把这个 这个就是黑币洗 黑币洗 黑币洗呢 能除小人 看到吗 能除小人 这个黑币洗的链 要新的 不要带过的 好 然后呢 把它呢 慢慢的这样子放 好 放 放在里面 顺着时钟放 顺时钟放 就这样子 慢慢的顺时钟 顺时钟的这样放 OK 好 放高放低都可以 只要在北方 还是地上 不要放地上 什么东西 我们尽量不要放地上 什么东西都尽量不要放地上 除非是那种水晶 除非是那种水晶 水晶那种水晶 你放地上就无所谓 有一种是六角柱的水晶 好 很少东西可以放地上的 因为我们扫地不方便啊 来看一下 杨丽的 对对对 阿摩的阿摩的 阿摩的 用阿摩的就可以了 来这个 看到吗 看到吗 用这个 我告诉你 十个用啊 十个都说好 十个用 十个都说好 而且啊 这个口碑你要 你要分出去 你分享出去的话 我们的福报更大 福报更大 看到吗 然后呢 我们就 放这种橄榄石 我们放这个橄榄石 当然你可以放满了 你可以放满 这个叫橄榄石 当然你要放什么石都可以 你要放什么水晶都可以 这个就叫做买饱了 你看到吗 底下就是买饱了 买饱了 你要放什么水晶都可以 水晶是无所谓 你要放什么水晶都可以 你喜欢什么样的水晶都可以 有些人说 这个是哥哥的 这是弟弟的 这是姐姐的 所以他们分那个颜色 就这样子 很简单 去买一个这个 去买一个这个 就是这样子 八个钱 看到吗 八个钱 就这样 就这样放 那么北方要放在哪里呢 北方 你的客厅 这是你的客厅 你的门 你就这样子画 北方在哪里 北方在这边 你就放这边 北方在这边 你就放这边 很简单 这个北啊 它指哪里 你就放哪里 房间也是一样 厨房也是一样 但是放客厅 忘老公 放厨房 忘老婆 如果你是单身 放客厅 放厨房 都忘你自己 房间 放房间 房间是谁睡的 忘谁 如果是主人房的话 一个老公 一个老婆 一个老公 一个老婆 然后呢 厨房呢 又一个老公 一个老婆 那是很不得了 那么如果你们 收钱的地方 收钱的地方 也可以这么放 收钱的地方 也可以这样放 看到了吗 主人房 硬币 要找先生的 还是 你要忘先生 找先生 要忘太太 找太太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黄贵人 记得 来我们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龙龟和我们的蛇 两个加在一起叫做玄武 这叫玄武 这叫玄武 来看 这个就是玄武了 明白了 有些人呢 他玄武啊 他还放了鼻羞 他玄武啊 他还放鼻羞 这个很小支 不大支 所以很方便 这是纸巾的 这纸巾的 看到吗 这是云母片 这是云母片 OK 好 所以明白了 就这样子放 记住 这样子放 那么 OK 那么有一些人是这样 有一些人是这样子 他放了这个之后呢 他旁边呢 他也放鼻羞 他也放鼻羞 也行 但是最主要的 还是这个玄武 玄武 玄武呢 要有这个 后面要有这个 就是你 你不要放中间 你不要放中间 你就放后面 你就放后面 不要放中间 记住 不要放中间 不要放中间 要放后面 这样子 来 我缩小 你们这样看 看到了吗 是不是很简单 是不是很容易 对不对 很简单 很容易 一点都不麻烦 一点都不麻烦 如果说 这个是要水晶的 要纸晶的 要纸晶的 当然白水晶啊 纸晶啊 幽灵啊 都行 这些啊 都行 那么很多人 他们旁边 他们放球 你旁边要放什么 就在你了 在于你了 有一些人 他放幽灵球 啊 有些人 他放幽灵球 小粒的幽灵球 有些人呢 他放 那个 鼻羞 啊 他放鼻羞 小只的鼻羞 都行 主要的是他 主要的是他 啊 主要的是他 一个就好了 好 我给大家看 有一些呢 他们就这样放 他放这个 我就给大家 一试一试 这样看 啊 他放这个 这是发精 看到了吗 这是发精 啊 这是发精 啊 他们放发精 你要放这里也可以 啊 这样 我这样 我这样教你们 你们就懂了 你要放这里也可以 随你 啊 当然 我们为了安全 你这些东西 跟我们买 当然会比较好 对不对 啊 跟我们买会比较好 这个你说是 你说是商业也好 你说是什么也好 我们觉得安全 啊 不可能你 你这边看医生 然后呢 去另外一个地方买药 那是怪怪的 啊 你看 这样子 你要放这样也可以 必修呢 啊 我们给你看 啊 这个是球 你可以放球 啊 水你 啊 但是这个比较重要 这个比较重要 啊 这个比较重要 啊 那个 有些 那个必修啊 随便 小的 嗯 大小都可以了 有些人呢 他们是单单放这个 哦 你们这里看 这个干净到这个程度的 哦 你看 这个是干净到这个程度的 你看 看到吗 这是纸啊 纸水晶 OK 这个很干净的 你也可以放这边 也可以 也可以放这里 也可以放这里 它主要是这个 主要是这个 这个碗不要太小 啊 碗不要太小 啊 要有空间 碗不要太小 要有空间 这个过去啊 我们教的时候啊 热啊 很热 为什么呢 因为不自私 大家都教 啊 都教朋友 来我教你 我教你 用这个 而且这个呢 男就男在什么 男就男在说 他不懂那个号数 他不懂 啊 所以他不懂 找八个钱 找哪个钱 啊 对不对 不是 头不是在北方 头不可能在北方 他是坐在北方 所以头一定是上 向南方的 他不可能朝北方的 啊 因为他的背后啊 他的背后这个位置啊 你看到吗 这个是他的后面 有没有 他这个后面啊 这个是北啊 啊 这个后面一定是北 看到吗 一定是北 所以北在哪里 比如说啊 我就这样说 啊 我就这样说 这个 然后呢 我们发现到北在这个地方 这边是墙壁 对不对 啊 北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我们就这样放 我们就这样放 懂了吗 啊 北在哪里 你就放哪里 玄武是很好的 玄武 玄武是很慈悲 很好的 啊 所以大家如果说 想要提升自己的运势的话呢 你可以这样子做 好 你可以这样子做 啊 要怎么 买整套 要怎么买整套 嗯 你第一呢 你可以买这个 去外面找这个 水晶这些我们有 啊 还有刚才的那个链 我们有 哎 该那个链拿着一下 我们有 啊 这个当然了 啊 这个 啊 我们也有 啊 这个我们也有 这个呢 我不知道你们外面啊 到底是找 找是找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这个是真正的纸巾 我们是三十多年 啊 我们是三十多年了 我们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啊 我们 这个 这个水晶啊 都是啊 大家 我们摆的正法 大家都知道的啊 很强的 很强很强的啊 不是随随便便的摆正法的 啊 看到吗 这个 这个啊 我们 我们说实话 我们说实话啊 这个呢 有分大小 有分大大小小 不一样 有分大大小小 不一样 啊 所以呢 你看到哪里是北 你放在那个北就可以了 老师可以放龙龟一起吗 你一定要 他一定要是主导 他一定要是主导 龙龟也可以 啊 但是他一定要主导 因为玄武嘛 这是一个玄武正法 玄武正法 没有玄武就怪怪了 哦 没有玄武就怪怪了 就这样子 看到了吗 啊 呃 需要 呃 不需要换吗 每年 不需要 不需要 但是如果你觉得说 哎 我想要换一下 哦 想要换一下 那个钱 可以拿来买吃的 哦 那个钱 可以买来 拿来买吃的 可以拿来买吃的 币 币币哦 对不对啊 是不是币币 有几个 玄武有几个 没有多少个了 我们给大家看 哦 我们不隐瞒大家 我们给你们看 等一下哦 你看 我们的玄武 我们摆正法的 哦 这个就是我们的玄武 看到吗 我们的玄武 我们摆的正法的 哦 这个 我们这些 全部都是水晶的 哦 但是 不需要供的 不需要供 不需要上香 不需要上香 还有这个 永远的北 因为这个我们 要我们的运势好嘛 要我们的运势好 我们放永远的北 我不会给你们放 就是一年的 一年的那种 哎呀 那是不要吧 我们就放是永远的 这是永远的 你要放柜台也好 要放书房也好 要放你的书桌也好 要放你的办公桌也好 要放你的办公室也好 要放你的客厅 忘老公 啊 那么厨房 忘老婆 啊 就是他记住 一句话 一句话 北在哪里 你就放在哪里 就是这样